大家好,欢迎收听《芒向编辑》 这条友爱新西兰的以德台仰和社长Raymond 你好,我们的YouTube GMN 这一节节目就是《芒向中国组Crossover政产经》 希望大家可以点赞、订阅和分享 将齐抗疫评经济反网部的信息传扬出去之余 还要壮大中立模式的力量宣扬和平理性的声音 千万不要让极端分子拿出社会的话语权 大家都是非常不碰的 现在要讲讲内地的银保监会 昨天究竟说了什么 昨天有个多重磅的工作通知发出 当然除了发出通知之外 他当然有说话 发言人说 现在银行业面临的经济金融环境复杂严峻 一些长期累积的矛盾和问题集中暴露 发言人也说 有些银行落实重大决策部署不力 虚报普惠金融指标数据 资金违规留入房地产领域 违规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 减费让利措施执行不到位 这个银保监会发言人也说 有银行在落实国家宏观政策方面是不力的 受讯管理领域问题 女茶女饭 这么糟糕 那份通知很厉害 因为我们会说那份通知究竟是说什么 监管套利手段花样翻身 花样翻身 花样翻身 特别是近期发生的 全单质押票据业务 个人信息安全这些风险事件 损害银行业整体信誉 暴露业务潜在风险评估不足的问题 银保监会发言人也提到要努力探索 促进科技创新的金融服务 加大对先进制造和自主可控产业链 供应链的支持力度 围绕实现双碳目标创新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 并且将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 乡村振兴的重点领域和薄约环节 昨天公布的通知是什么呢? 持续深入做好银行机构内控合规管理建设链 有关工作通知 通知指 今年以来 各个银行机构和各级监管部门 认真贯彻落实内控合规管理建设链相关部署 聚焦重点领域 瞄准薄弱环节 强化整治 保齐短板 将狠爪内控合规管理和提升金融风险防控能力 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紧密结合 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 但应该清醒地看到 当前银行业面临的经济金融环境复杂严峻 一些长期累积的矛盾和问题集中暴露 有些银行落实国家宏观政策不力 有些银行受信管理领域问题 屢查屢犯 有些银行监管套利手段花样翻身 还有就是暴露了 相关银行风险合规意识淡薄 业务潜在风险评估不足 核心管理制度和控制措施缺失 内部员工道德风险突出这些问题 极需吸取教训 举一反三 加快弥补管理缺陷和漏洞 从根本上扭转众效益轻合规 内控要求为业务发展让路局面 为了督促银行机构触劳内控合规的防火墙 设实维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 落实银行业高质量发展根基 经过银保监会的同意 现在有关事项的通知是怎样呢? 是有六点的 第一点 坚守主宅主业 坚定贯彻落实中央重大决策部署 总体上来看 银行机构能够自动自国 将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经济金融工作各行 要求转化为自身发展战略 内控目标和管理行动 但仍然有银行落实重大决策部署不力 真是这样说法 是啊 真是大事 刚才我们有说的资金流入房地产领域 现在国银行机构要进一步提高站位 坚决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上 坚决平气偏离主业脱实向虚 盲目扩张这些错误观念和粗放经营模式 坚持正确发展方向 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要努力探索促进科技创新的金融服务 加大对先进制造业和自主可控产业链供应链的支持力度 还要确保服务实体经济各行政策要求落实处 第二就是聚焦风险漏洞 加快保齐内控合规管理短板 从机构自查和监管检查情况来看 贷款三查不尽责 统一授讯管理不到位 销售适当性要求执行不力 这些问题仍然突出 各银行机构要将常态化的强内控速合规 和阶段性的保短板随患疾伤结合 聚焦问题多发环节 和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领域 明确重要业务的风险控制点和管控措施 增强系统关键节点的刚性控制 强化制度执行和监督评价 加强升于风险鼓励 还要围绕近期的风险事件 深入排查内控缺陷 加大日常检查巡查力度 强化对分支机构和各经营单位的管理约束 对屡查屡犯 整改进度缓慢的要督促处理 从根源上整治虚购贸易背景 授讯审查误严 这些还章固疾 切实提升风险管理水平 彰显内控合规管理建设成效 内控合规严格来说 香港是做得比内地好 这些银行业是 这件事是要慢慢搞的 没办法 第三就是 狠找人员管理 强化常态化以上行为 监测排查 不少机构 运用智能化网络化手段 加强员工行为的精细化管理 今年以来 员工网络覆盖率 隔掌日常排查理绩率 和排查记录以上人数 均有显著增长 但是部分银行重要纲位 关键人员管理有效性不足 案件风险事件频发 各银行机构要进一步 加强纲位有效制衡 规范不相容的纲位管理 严格落实重要纲位 轮换 强制优价 和任职回避这些监管要求 并且将相关执行情况 立日职效考评里面 要强化员工劳动合同管理 严厉打击参与民间借贷非法集资 充当资金钱客 经商办企业这些行为 要提升操作风险的监测预警能力 爪早爪少 放微倒接 针对重要纲位关键人员 要丰富监测手段 建立更为严格的衣裳行为 排查机制 对有章不存违规操作的 要严肃处理 提升从业人员风险意识 和规矩意识 第四 就是严肃外部问责 切实增强 情界震慑的效果 随着银行业市场乱象 整治持续深入 银行机构自我斗篇 整改问责的自觉性 是不断增强的 但是 现在银行内部问责层级 总体偏低 旅茶旅饭问题集中整治中 有些银行甚至对总行人员灵问责 现在有些银行机构要切实扭转 当前内部问责 宽松远的情况 建立健全 从总行到分支行的责任认定 以及追究机制 不可以用戒面谈话 扣减积分 经济处理这些方式 即替代纪律处分 要加大力气解决 问下不问上 问前不问后 对旅茶旅饭问题 整改问责要坚持更严标准 和更高要求 对监管部门责令内部问责的 要在规定时间内 对直接负责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或重大案件里存在失职独职行为 要严肃追究总行相关人员的领导责任 和管理责任 第五 注重管场 完善内控合规长效机制 2017年市场乱象整治工作开展以来 银行机构累计修订制度 八万三千五百行 完善系统四千七百六十六个 开展了按例警示问题通报 和合规培训这些多适量的教育活动 合规稳健经营的行业文化 持续厚值 但是内控合规管理资源不足 独立性不高 条线话语权不足 这些情况仍然有不同程度的存在 部分银行的治理管控薄弱 两会一层理职不充分 个别银行甚至由监督制行机制失效 内控合规管理刑同虚设的问题 各银行机构必须深刻认识 稳健合规是商业银行经营的底线要求 要持续开展自茶自斗 和整治旅茶旅饭的问题 对于突出问题必须心中有数 持续跟踪整改 要以今年的建设年活动为契机 以当下改促长久立 突出职效考核内 内控合规因素的比重和正向激励 开展常态化的内控检查排查和内部控制评价 做到防患于未然 第六就是注重统筹施策 推进内控合规管理上爪不懈 各级监管部门坚持对违法违规行为 而是被处罚9,579次 处罚责任人员12,200次 罚没合计104,366,000 超过以往十多年的总和 有力促进了银行机构牢固树立内控优先合规为本的理念 各级监管部门要将推动内控合规管理建设 作为深化银行治理改革提升风险防控能力的重要抓手 督促银行机构落实内控合规主体责任 对机构自查问题击少避重就轻的 应该加强监管检查 督促查摆问题 对反应问题较多的 应该有针对性指导弥补缺陷 消除风险隐患 确保金融领域不会发生影响经济社会稳定的风险事件 还要加强和纪检监察部门的贯通协作 一体推进合规文化和清廉金融文化建设 构促不敢违规不能够违规不想违规的长效机制 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 可以看到内地有很多东西越来越好 抖挫机制到现在都算是非常有效 因为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内地那套金融体系是越来越成熟的 有很多人说内地的金融风险很严重 其实你看看这些监管 其实你就可以看到一件事 风险是有的 但是不是某些人说得那么高 因为是会整改的 好了,节目时间到这里 休息一会儿,之后我们会有其他节目的 就是这样,拜拜